主席我們請高署長 有請高署長之前 林昌作委員可能忘了跟主席敬禮 不好意思提醒一下 我們尊重一下 請高署長 委員好 署長你好 我想你應該知道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關注 所謂單向協會改革的議題 國體法修法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就是希望說 可以讓這些長期被同一群人霸佔的協會 那這個當然過去發生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 什麼自己開旅館來 自己開旅行社來 讓這些選手用他的旅行社去出國 然後安插自己的人一起出國去玩等等 我就不細數 但是重要的就是 我們國體法修法 就是為了開放這些協會 讓外界關心這些體育的朋友 都能夠入會一起去監督 那一起保障這些選手的權益 那所以我想第一個 當然我們已經許多協會都在當年這個 2018之後都已經完成了這個 這個應該說選舉啦 那也重新的改組 那有很多的這個新的會員加入 不過我想接著有沒有依照張誠開會員大會 讓會員去監督 我想這才最重要啦 所以你這個不知道署長你知道有一些協會 他們其實並沒有按照這個章誠來開會嗎 跟委員說明 有關特定體育團體 那依照章誠改選完 那整個過程當中 確實都應該依照國體法相關規定去召開 相關的內部會議 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 甚至設置國體法裡面所要求的相關的委員會 那他每一年都要在6月底前 把這些執行情形報到署面來審查 署長 我想我就直接說就是棒邪啦 他2018之後 這個改選出新任的理事長以後 其實後來的這一年內都沒有依法依照章誠開會 那我們也都有收到這個會員的陳情 就是說他們最近又收到了吹繳會費的通知 可是根本沒有開會員大會啊 然後一直在不斷的陳情之下 開始有聽說可能今年這個月底可能就會開會 可是這個會到底是算去年的 2019的還是2020的 沒人知道 所以說像這樣子的狀況 我想知道就是說 因為這個其實是依法 依照章誠也都應該要開會 那像這樣子的狀況 這些會員 其實這個沒有開會是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其實去年以棒邪來講 他們承辦了包括29屆的雅錦賽 祖訓賽都會負責啊 然後去年世界12強的這個B組育賽 也是他們主辦 所以其實我知道有很多新加入的會員 他們也打算實踐 我們外界期待的這個體育改革的工作 他要知道說那這些活動的收入支出怎麼樣嘛 你怎麼安排的是不是比較過期的一樣嘛 然後也想要知道說這個所謂的獎金分配 不是會員分配不到獎金啦 但是你有秤差這樣會不會分配嗎 你自己買的人嗎 所以這些事情 第一個財務上面我們希望達到的公開透明 你如果因為沒開會 其實他們就沒有實際提出監督的機會 然後現在後續這個不只財務不透明的狀況 他連要去監督這個會晤都會有問題 所以說不知道棒邪的部分署長的了解是怎麼樣 我的了解棒邪他的執行情況 如果他的年度的財務預算沒有決算 沒有經過會員大會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完成程序的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確認 如果他程序沒有完備 我一定會要求他補證這些程序 不會認可他去年的所有的一些財務決算的報告 對 其實像我相信署內有很多的行政手段 這在我們修國體法以後也有讓 這個體育署可以用這個行政手段 包括嚴重的話減少補助都有可能 都有去年我們就有啟動 特別是有些單向協會很明顯違反 還撤換這個秘書長的職務 所以我想再麻煩體育署後續給我一個 就是說各個協會 你們去清查一下 像棒鞋這樣沒有依照他的時間 應該要開會的狀況 有多少個協會 然後以及你們這個如何去監督他們 讓他們去讓保障這些會員 行使他們權利的這一個 這一個一些方式 好 再整理給我 另外就是現在繼續就是說 鼓勵民眾去參與這些單向協會 那繼續讓這個體育改革的工作可以往前進 這個是不是還是我們目前的政策方向 沒有錯這個就是依照國體法 目前特定體育團體除了足球協會 也是依照FIFA他用團體會員之外 其餘的部分都有開放給一般民眾個人的身份 能夠加入這個單向協會 那我希望體育署未來還是可以積極 你再給我一份書面報告啦 好 這個時間有限 就積極去怎麼樣號召民眾積極加入 以及加入這些會以後 你可以怎麼樣監督這些會的財務公開 監督這些會務怎麼樣保障選手 那我們應該要繼續積極宣導 不是說我們國體法修完就沒事了 然後就改革就完成 我們後面要積極繼續宣導 所以再給我一份報告 讓我知道說我們還可以怎麼樣繼續來做 好 謝謝委員 非常謝謝林長組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高組長 謝謝